今天有總人數,有沒有總人數可以公佈 另外就是因為昨天公務員事務局出了一個遲遇很嚴重的聲明 你們會否怕被人抽後選中 講回人數的問題,其實我們有安排到朋友和同事幫我們做這個統計 不過現時數字未提供到,我們會盡快有實質的數字時 會通知各位傳媒朋友 至於你說昨天公務員事務局的聲明 其實強調我們這次純粹是提供一個平台和個人身份 去舉辦一個近乎像一個集思會的形式 給市民和公佈,將他們的聲音團結起來 所以我覺得關係不大 你們不擔心被抽後選中? 不擔心 你們會不會參與星期一的罷工 或者呼籲其他公務員一起罷工? 我們跟星期一那邊的罷工是完全沒有聯繫的 至於同事是否參與罷工呢 其實我們提供平台,我們沒有任何號召力 不代表任何人,我覺得應該由同事自己決定 因為公務員事務,其實政府的聲明有提到 有公務員命義去搞集會 其實是嚴重衝擊公務員政治中立的原則 在你們眼中,政治中立的原則應該是怎樣去確守? 其實我不覺得我們這次舉辦過集會 又違反到政治中立的原則 大家從我們宣言那裏都強調得很清楚 其實我們是同意 亦都非常之尊重所有同事在執行職務的時候 確守政治中立的原則 今次舉辦這個集會 純粹是迎聚同事的聲音 雖然有實際人數 但都見到其實都過千人 但你自己覺得有這麼多人出來 你自己有無疑 你覺得其實公務員的參與有多少呢? 數字那方面我暫時提供不到給你們,不好意思 但你說那個參與人數的多寡 其實我覺得對於我們舉辦這個集會來講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鼓勵 亦都真是可以做到我們的主題 呼應到,就是公務員和市民是一起走出來的 其實我覺得大家不要針對在我個人身上 我個人亦都不代表任何人 純粹今次真的提供一個平台 給那麼多位同事 給那麼多位市民是就著現時的狀況 去了解聽一聽我們社會言達的一些意見 去考慮現時的問題 希望大家針對現時的狀況 而不要考慮在我個人身上 除了今次集會之後 即是你們幾位組織者 或者你本人之後會有甚麼行動 都可以繼續發聲或者提供一個平台 暫時我們沒有這個計劃的 即是暫時都沒有下一個計劃嗎 暫時沒有的 有沒有想政府在何時批評這些訴求 如果不是的時候你們就會再思考加保 其實我們的聲明都講得很清楚 我們是希望政府盡快正面直接地去回應 我們相信其實特首和管治團隊 是有它的政治智慧 那面對現在社會的紛爭 其實它應該知道應該是怎樣去處理 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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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的